普通人如何成为一边旅居一边赚钱的数字游民呢? Hello大家好,我们是旅居世界三年的小丁和小潘 这一期我们会分享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两条成为数字游民的通用路径 以及已经游牧生活三年的我们,到底怎么样看待这样的生活方式呢? 2019年10月,我裸辞并开始了环球旅行 但是没想到5个月之后,我们就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国外 当时我们没有收入,并且也不想回国 只能看着自己的存款变得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焦虑 但是我们又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时我们的邻居是一个一边旅行一边做设计的数字游民 那个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参加了一个线下数字游民的聚会 被他们的生活方式鼓舞到之后,我就决定我也要成为一个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的英文叫做Digital Nomad 最早是1997年一本名为Digital Nomad的书中被创造出来的 这本书预言了新的技术将为使社会回归游牧师的生活方式 而数字游民正是这群顺应了技术的发展 通过互联网赚钱摆脱了地域限制 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旅居的群体 其实在大概2016年我就已经知道数字游民了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酷,非常想尝试 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去办公室上班 但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 所以疫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让我们去尝试这样的生活 于是我就根据我自己的专业去寻找线上远程的设计工作 小潘也开始了自由撰稿 就这样我们正式开始了我们的数字游民之路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问怎么样才能成为数字游民 其实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 成为数字游民可以有两条通用的路径 首先我们来看数字游民的生活状态 就是一边各地旅居一边线上工作 所以第一条路径就是先不工作去全职旅行 然后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可以工作赚钱的机会 来实现一边旅居一边工作的数字游民生活 这样的人都是上路后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为了将这样的生活持续下去 就得开始寻找线上赚钱的机会 比如说国外很多人就是写博客或者坐游馆 也有些人考证教语言 或者说创造一些别的属于自己的业务 我们就是属于这种 这种它的风险会比较高 不一定能成功 可能它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并且不太稳定 但成功之后呢 时间上会更加自由也是我们更加喜欢的 第二条路呢会更加的稳妥 就是你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这份工作可能不要求你一定要去办公室做班了 接着你就可以开始尝试旅行 来实现一边旅居一边工作的数字游民生活 这些人呢大部分是远程工作者 他们背后其实还背靠了某家公司 但也可能是一些有稳定客户员的自由职业者 这群人在当前的数字游民群里中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其实这条路会更加的容易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疫情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公司其实不要求员工一定要去办公室了 这是一个趋势 但是呢这群人上路后可能不一定会适应这种漂泊的生活 有机构预测 当到了2035年的时候 全球会有超过10亿人成为数字游民 所以只要顺应这个趋势去一些前面的行业 你就有机会过上数字游民的生活 现在我们已经游牧生活三年了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我们解锁了时间跟地域的自由 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我们的生活上 比起工作环境 我们更加注重生活的环境 我们旅居过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有充满艺术氛围的大都市 可以看到美丽弱的海边小渔村 充满了萤火虫的山谷里面的生态社区 火山脚下有美丽遗迹的小镇 我们就发现人生真的不一定要一直困在大城市里面 困在办公室里面 过两点一线的生活 世界其实真的很大 回想当初我们为什么辞职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一直上班 不想一直过一成不变的生活 想找回生活的主动权 现在我们真的做到了 很多人听到数字游民都会评论说 这样的生活不可能一辈子的 如果结婚了怎么办 如果有小孩怎么办 但是我想说 为什么一定要一辈子呢 数字游民或者说现场工作只是给了我们选择自由 让我们人生多了一种新的选项 我想游的时候就游 我哪天不想游了我就不游 现代的技术发展给了我们这种选择的可能 那与其质疑 为什么我们不大胆地去尝试一下呢 当然我想说这种生活方式它不完美 它也会有很多挑战 但是以我们两个人三年多的经历来说 这种生活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 就像重新上了一次大学的感觉 我们更加了解了这个世界 更加了解了自己 同时也让我们两个人更加了解了彼此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们有些帮助 欢迎点赞收藏三连 这样会帮助我们的频道变得更好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一边旅居一边赚钱的更多思路 欢迎看我之前做的这个视频 在视频里面相信你会学到更多 如果你对全球旅居和数字游民的更多干货感允许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付费社区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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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